在这个以蛇为王的世界 每年都要有99只上品灵兔被当作供品 白宫蛇族们玩乐消极 兔子们见到他们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在这里不是进嘴里就是进怀里 只有化形被挑中才有一线生机 否则都将会被做成麻辣兔头清蒸八宝兔口 听到这里所有兔子吓得浑身颤抖 看着争相化形的伙伴 唯有诺诺不为所动 因为母亲自他出生起就告诉他 宁可被蛇族一口吞也千万不要化形 你越是表现得柔弱可欺 他们就越嗜血兴奋 化形只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争务 于是诺诺趁乱逃了出来 自己可不能被选中 自己还有任务没有完成 而下一秒不知哪来一脚将诺诺踢飞了出去 正好落在了一蛇脚下 恍惚间抬头一看 竟是王子诺诺顿感兔命休矣 正当感慨自己是要变成麻辣兔头 还是油炸兔腿时 突然就被一个手掌拎了起 顿时一股药香扑面来 这位蛇君看上去柔柔弱弱的 挺善良温和的样子 一定是个大善蛇 背一旁又有一蛇俯首逼应 本木灵兔吃了殿下病情定能好者 王子听罢则是一脸不屑 化形都不会的蠢 或本王不屑于是 此话一出 那蛇连忙躬身想将诺诺占为己有 吓得诺诺直接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诺诺随即两腿一蹬朝着皇子扑了过去 下一秒就这样众目睽睽之下 巴基地吻了上去 就这样空气安静了片刻之后 皇子开口本王虽说不吃但没说别 我要带回去好好惩戒一份 文言的诺诺开始奋力挣扎 可在巴皮的威胁之下 只能束手就擒 好兔不吃眼前亏 不动就不动嘛 就这样诺诺被带回了王公 在侍女和皇子的对话中 诺诺也得知原来刺蛇是那天都得定秧子老三 孙夜王唐修 天都过共有七位皇子 大皇子遵守王室国主最宠爱的皇子 也最有可能下一任国主 而唐修因为常年卧病在他 最不受重视 想到这里诺诺不禁叹息 被他带回来 看来指定只有被吃的份 过了今夜自己就要变成肉汤 我真是好惨一吐吐了 肚子也在此时不自觉地想了起来 还真是饿起来更难过 就在诺诺悲伤之际 一双大眼睛突然出现盯着自己 你饿了 只见他人畜无害纯真善良 但这样子应该没啥坏心思 随后只见他就这样光明正大打开笼子 在宫殿内堂而皇之地带自己去吃好吃 可想起皇子的威胁 诺诺连忙四处张望 然而此时哪还有什么皇子的踪影 孤兔们被当作供品献给蛇族 唯有化形才有一线生机 要不然只能成为麻辣兔 唯独诺诺紧急妈妈的教导不能化形 化形只会让自己受尽折磨 为了不上餐桌 诺诺选择了逃跑 不料却被三皇子带回了府中 本以为兔命休矣 却被一位小蛇军救起 还要带自己去吃好吃的 转眼间来到厨房 各种炸丸子炸鸡腿就端到了诺诺身前 可诺诺哪里敢吃 被发现下次在盘子里的可就是自己的兔兔 看见诺诺为难的样子 小蛇军则是轻轻将盘子放下 你是一带回来给我补身子的那只小供艇吗 诺诺文言一脸猛逼 自己不是三皇子抓回来的 一是谁啊 最是小蛇军轻轻俯身摸着诺诺的脑 别怕 你们供艇都是蠢蠢笨笨的本王不会吃的 看着小蛇军的长相 加上说话的口气 还有那喜欢就吐尾巴的时候 简直和那坏男人一模一样 诺诺不禁猜想 难道他是三皇子尊业王的儿子 不等诺诺继续多想 肉丸就再次递了馆 我陪你一起吃 这样就不用担心你自己受费 在大快朵頤之后 诺诺便在小蛇军的青椎下沉沉睡去 第二天 熟睡中的诺诺 被门外嘈杂的脚步声惊喜 不好有人来了 再望向旁边 小蛇军也早已没了踪影 完了完了 果然蛇蛇的话都不可惜 这时诺诺看到桌子上的饭盒有了主意 没多久侍女们也打开门走了进来 提起装着诺诺的饭盒便离开 陆总管王爷的药好 饭盒中的诺诺文言瞬间呆住 陆总管王爷 自己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此时的三皇子也在询问 有没有找到那小东西 管家摇摇头表示没有消息 不过应该没有逃出府中 王爷接过药盒嘴里还在不停敌咕 最好没有逃走 否则一定会死得很惨 可下一秒打开药盒的瞬间 三皇子直接愣住 药盒当中诺诺正眼含热泪 可怜巴巴地望着自己 三皇子健壮一打将麒麟了起来 你还挺会藏地方 此时诺诺眯眼偷瞄 映入眼帘的是那剑朔的身姿 诺诺不禁流起了口水 这也太幼吐了吧 随后身体经不由自主地燥热起来 三皇子健壮便一脸嫌弃的随手一扔 可诺诺此时仿佛忘记了哭去 又恶兔扑事般朝着三皇子扑去 诺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什么自己就是想要靠近他 三皇子健壮开始略带怒怒 你敢给予本人 此话一出诺诺瞬间清醒 管家陆依此时也终于逮到了机会 王爷这供品昨晚偷吃又肥了 您看是炖着吃还是烤着吃 王爷则是婉然一笑 初次见面先送他的礼物吧 随后便见陆依拿来了一个纸糊的兔子 当着诺诺的面就这样咔嚓一下断成了两截 直接吓得诺诺开始四处逃窜 救命啊 再不跑兔兔我就要没命 可能由于惊慌过度 下一秒就一头撞在了墙壁之上 王爷这时也一把揪起眼冒惊心的诺诺 你可真不惊吓 随后就将诺诺放入怀中 再感激于本王就是这个下场 记住了 感觉诺诺还在挣扎 三皇子加大力气将其按在了自己胸体 下一秒刚刚撞破脑门的鲜血便溢了出 在三皇子胸口开始闪烁 诺诺心中一经直呼不好 这难道是血气吗 在这个以蛇为王的世界 兔兔们唯有化形才有一线生机 只有诺诺紧急妈妈的教诲不要化形 但乱选择了逃跑 却意外与三皇子结下了血气 血气缔结双方可以互相感应生死同命 诺诺故作镇定 心中暗想和唐修建立血气肯定是自己写中 只要额头有印记就代表成功 可抬头望去三皇子脑门空空哪有什么印记 难道是只成功了一半 诺诺经乎不会只对自己有效吗 那岂不是只有自己能感知唐血 如果他没的自己也活不成 想到这里诺诺内心一横向着唐修脑门扑了过去 想试试能不能把另一半血气完成 可在半空中就被唐修一把揪住了 满脸不悦地将诺诺扔给了侍女 将她关好 不听话就油炸兔兔 就这样诺诺被关了整整一天 肚子也被饿得咕咕直叫 不然一声兔兔让诺诺两眼放光 是上次的小蛇君 说着拿起一个鸡腿就递给了诺诺 今天你吓坏了吧 放心我以后不会让他欺负你 诺诺文言倍感欣慰 小蛇君也太温柔善良了 幸好没有遗传他爹的喜怒无常 不过小蛇君也提醒诺诺 以后做事要小心一点 一旦惹他生气就没人能管得住他 听到这里诺诺嘴里的鸡腿又不香了 看来自己得老实点了 这时小蛇君又略带愁容地望向诺诺 我有个秘密埋在心里很久了很想说与你听 但是又怕说多了你会被灭口 诺诺还没等起把话说完 就瞬间乐器捂住了小蛇君的嘴里 我不听不听 小蛇君也会意地用手刮了刮诺诺的鼻子 你是只聪明的供品 我就喜欢你这种聪明的兔兔 随后又温柔地拍了拍诺诺的脑袋 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救你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清晨 诺诺也从睡梦中清醒 同样小蛇君也再次消失 这时意识到自己还在外面的诺诺固由慌乱起 这要是被发现自己将兔命不满 可以扭头发现还在睡觉的三皇子时 诺诺不禁常舒了口气 自己必须地赶紧回到笼子里 眼看笼子近在咫尺 一个巨大的身影将自己笼上 转身一看此时唐修正冷冷地盯着自己 想逃 诺诺文言脑袋狂摇 没有没有 他应该告诉过你 在天都没有比本王这里更安全的地方 要想活命就得怪 听罢诺又吐头狂点 误会误会啊 我真不是逃跑 可下一秒又瞬间一愣 等等唐修口中的他试试 还没等他继续多醒 就被唐修的蛇尾一把卷起 看着诺诺惊慌的样子 唐修凑过身去冷冷到 怕了 可此时诺诺的关注点 却完全放在了唐修的胸口 上次诺明的躁动又开始蔓延全身 让他忍不住地想要和唐修贴贴 唐修见状皱起眉头 你就是这样讨好他的吗 此时的诺诺哪还听得进去话 只觉得蛇尾好凉快好舒服 顺势便要往唐修身上贴去 唐修见状只是皱皱眉头 却没有拒绝 看着怀中粉嫩可爱的唾润 脸上静不绝间泛起了微红 还真是只麻烦的小东西 顾兔被当作供品送给蛇子 要是不化形就要被做成麻辣兔头 而诺诺只是偷看了眼蛇军 就被蛇军一尾巴卷了起 瞬间暴怒质问 别以为有他护着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诺诺感受到怒气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下一秒诺诺吐脑一动 瞬间露出可爱的表情 试图通过麦蒙逃过一劫 肥料糖休尾巴一甩 就将诺诺甩了出去 本王可不吃这一趟 很快到了夜晚 小蛇军也如期而至 带着诺诺去厨房偷吃 可越来越能吃的诺诺 现在连洞口都钻不出去 小蛇军快帮帮我 在经过两人的不懈努力之后 最终也没能出去 小蛇军不禁吐槽 这可怎么办 你以后都不能钻动了 下次要怎么偷吃 诺诺抬头刚想反驳 就瞅见了墙上的窗户 瞬间来了灵感 飞机便拍拍小蛇军 嘴了指窗户示意 小蛇军将自己放上去 就这样在小蛇军的帮助下 总算是找到了出去的道路 站在窗户的诺诺 也是朝朝吐掌让小蛇军上来 小蛇军则是一脸愁容结巴文具 本王不喜欢翻窗 诺诺则是眼神紧盯 看样子他并不像是不行 倒像是害怕高 此时小蛇军也突然意识到自己是蛇 可以变成蛇打洞出来 出来后也将诺诺抱了下 兔兔你好重啊 我都快抱不动你 时间来到清晨 熟睡中的兔兔突然被人一把揪起 你这小东西最近好像变成了不少 诺诺文言只敢内心抱怨 怎么都说我胖 唐修此时拎起诺诺戳戳肚皮 不禁感叹却是胖而不少 而诺诺则是被戳得奇痒无比 眼睛直冒惊心 唐修这时也终于问出了自己的音符 你好像从来都不怕本王吃掉你 睁开眼睛看着本王 诺诺文言内心惊呼 你这真是强吐所难啊 我哪敢看你呢 看到诺诺的眼神唐修不禁恼人 你这是什么表情 随即便一个用力将诺诺扔了出去 真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你什么 和他一样蠢吗 诺诺摸着脑袋上的包紧钉唐修 他不仅嫌弃我 还嫌弃小蛇君 哪有当爹的这样说自己的小孩 随后也只能扭过身去通过跺脚来表达不满 看到此景唐修也没有生气 真是不知所谓 你连自己的命都护不住 还想护他 紧接着戳戳吐吐的屁股 最近养得不错 看来是时候 生气中的诺诺疑惑回头 没有听懂其话中的意思 很快时间又到了夜晚的家餐时间 小蛇君和诺诺也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出访 看着摆好的梯子诺诺不进一步 谁这么好心放了的梯子 看着小蛇君满脸愁容心不在焉的样子 诺诺也察觉出了异样 小蛇君这是怎么了 看上去很伤心的样子 紧接着便推过去肉串安慰的 别难过了吃点东西了 小蛇君则是沉默着没有应答 下一秒突然伸出双手将诺诺抱了起 顿时眼中开始泛起胃花 喉咙不断哽咽 我吃不下 他要将你送走 小兔兔 原来是时候了 是要把我送给别人吃的意思 来了来了 危机时刻 不足诺诺终于成功化形 诺诺感受着小蛇君对自己的不舍 在内心经过片刻思想挣扎之后 防缓伸出兔症 按向了小蛇君的额头开始失分 希望你一觉醒来能忘记与我的点点滴滴 这样也就不会再能了 就在法术即将完成的瞬间 一双大手突然出现将其紧紧抓住 来人正是堂修 不错不错 这兔子如今养的白白胖胖 味道一定极好 严霸张口就要向诺诺咬去 诺诺一声惨叫 猛然起身 不要 不要吃我 片刻沉浸诺诺揉揉眼睛 原来是一场梦 更令其惊讶的是 一觉醒来自己居然化醒了 但一扭头更可怕的是 此刻自己竟正被唐修压在身下 小蛇君也早已不知去想 正当诺诺想要在其醒来之前 便回兔兔回到笼子时 唐修一个翻身将其搂在了怀里 这时诺诺不禁吐槽 可恶他怎么这么准 若我还是原形估计早成吐 挣扎的动静 使得唐修的眉头开始微微皱起 紧接着睁开的双眼 与诺诺四目相对 诺诺也尴尬地笑了些 早上好啊 片刻之后 唐修穿衣起身 小东西 胆挺肥啊 竟敢在本王面前化醒 本王说过什么 你当真不记得 此话一出吓得诺诺连连摆手 等等等等 我马上变回去 可尝试半天依旧没有效果 这这这要怎么变回去来着 就在这时唐修突然伸手 托起诺诺下来 本王何时说过让你变回去 诺诺文言冷汗直流 真是舌难心海底针 你到底要我怎样了 瞧你这白白胖胖的 本王这厚厨倒是没被你白吃 而诺诺见其场景与梦境一模一样 以为他会像梦里一样吃掉自己 连忙伸手阻止祈求道 求你 求你不要吃我 唐修文言也来了兴致 你凭什么 凭什么让本王不吃你 这时诺诺想起 五百年前天都禁地射出一道紫光 所以自己如果能够 如果能 此想法一出 诺诺心跳开始不由加速呼吸急促 这一切都是为了拖延时间 成功刺杀大皇子 这一切也都是为了雪公主 就在诺诺终于下定决心 眼看就要贴上的瞬间 随着心跳的不断加剧 只听通的一声 诺诺便回了兔子 两人尴尬地愣在了原地 下一秒堂修顺势拎起诺诺 你可真是个小耸包 就在这时下人禀报 有客人来访 来人正是六皇子堂侧 三哥你可是答应我们 再看到六皇子堂侧走进行间 诺诺诺诺诺居然饭情花痴 他这么好看 应该不会吃掉 突然正在思索的诺诺被一把拎起 小东西怎么了 看上他 看见唐修略带不满 诺诺见状连连摇头 没有没有 诺文六皇子的生物人家非常厉害 天都三分之一的兵力 都掌握在其弟弟手中 对时唐侧看见三哥此番行为 也是好奇发问 三哥 你不是一向讨厌共品 怎么对这只情有独重 说爸刚要伸走去吗 就被唐修一把拽走 抱进了自己的背中 三哥你也太想起来 诺一下都不行吗 既然三哥如此行 那三哥说好 送我的贪吃又好色的那只 贪吃好色四个字 则是狠狠的扎向 好你个唐修 你就是这么宣传我 看见诺诺不慎的眼神 唐修尴尬得微微几刻 顺势将诺诺脑袋 按下看向盈侧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唐侧文言满脸兴奋 当然是赚钱吗 我那千鸡格可全靠这些共品样的 诺诺一听就知道 这一去准备猴子 唐修则是看向诺诺 咬人的供品能赚钱吗 此话一出唐侧更加兴奋 咬人好了 供品多是胆想诺诺 敢张嘴必定是性子刚烈 在我那都突长可赚钱 诺诺听话瞬间吓得红出天外 脑袋不自觉地开始浮现 自己被暴打的画面 身体不由地向着唐修怀里走 果然果然天都国的皇子 都喜欢掠套 坏手 但接下来唐侧的话 更是让诺诺双腿打斩 我可为了他开了一场手秀 有十只强壮的熊兔在等着他 你怀里这只就挺胖的 三哥说的贪吃又是睡 胆小又荒色的共品不愧就是他 唐修文言则将诺诺递了出去 你喜欢就拿走 眼看就要完成交接 诺诺早已是下的屁股料理 自己绝对不能被带走 转身就紧紧扯住唐修的衣服 但此时自己的一条兔腿 却被抓了个正着 快松开你个肥兔子 你休想 我死也不会放手 这胆也太肥了 累死我了 越是门外侍卫从 六皇子您母后混定即可回去 唐侧临走也不忘放下红花 你别想跑我还不回来 看着此时依旧还在浑身颤抖的诺诺 唐修不禁微微一笑 随后又话锋一嘴 小东西 本王是不是最近对你太好了 竟敢如此放肆 诺诺此时也只能泪眼婆娑地叹向唐修 祈求不要送自己走 看见此景 唐修手臂一水 回你笼子里去 没过多久时间来到帮我 诺诺却没有等到小蛇君的道理 如今失落地叹起气来 是以为自己被送走了所以没来吗 随着自己吐转的轻轻一腿 笼子居然没有上岁 出去的诺诺警惕自己的使命 在路上狂奔寻找大皇子的所谓 服装却意外听到小蛇君的声音 我要兔兔 讨厌唐修你把兔兔送哪里去 诺诺立马寻声无趣 刚想用自己一米八的小鸟腿上前插开 身后就突然出现一道黑影 将自己一麻袋给套了进去 兔兔偷偷偷躲在房顶 等了兔角一滑 嘴花四剑精准入水 还被唐修逮个正正 诺诺在听到小蛇君声音后 刚想上前一探究竟 就被管家一麻袋带走 小东西怎么跑这里来了 不想活了吗 而身处麻袋中的诺诺 耳边依旧不断传来小蛇君的声音 忽然肩膀的刺痛让诺诺感到好奇 这种刺痛正是血气带来的感觉 难道唐修也在屋里 肩膀还受了伤 为了弄清原油 诺诺奋力咬破麻袋 看着管家不注意 顺势一跃而出 随后捏掌捏脚地来到房顶 扒了开瓦片 向下望去的瞬间 诺诺两眼放光 没想到下面竟是唐修正在沐浴 肩膀上也确实有着伤势 不过令其感觉疑惑的是 明明刚刚也听到了小蛇君的声音 现在怎么不见了 与此同时管家陆一走得近 王爷 上次的事大皇子那边已经在追查 唐修文言面色冷居 连这点事都处理不好要你何用 而此时的诺诺眼里只有唐修 他看起来好像是中毒 想到这里诺诺一屁股做了起门 他如果中毒死 自己也要小命不保 谁料就是这个动作 瓦片因承受不住其重量应声碎裂 诺诺也瞬间悬空而起 顺势一个自由起跳落入水中 唐修则是揪起咕嘟咕嘟冒泡的诺诺将其拽起 小东西怎么是你 说是谁带你过来的 陆一健壮立马看向腰间 什么时候跑掉的 等了诺诺一个好兔先到这 爪子立马指向了陆一 唐修一个眼神 陆一瞬间汗流加倍 王爷他应该是听到小蛇军的声音过来的 自己刚刚明明已经抓到他 眼霸唐修转头看向诺诺 你是来找他的 那你可知他和本王的关系 诺诺文言连连点头 知道知道 不就是父子吗 唐修一愣 他和你说的 此时诺诺又想起小蛇军的火 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又开始猛烈摇头 看到此景唐修嘴角微强 紧接着一记重击 弹在了诺诺的脑门之上 你猜错了 诺诺摸着脑袋的大包不禁疑惑 他怎么知道我猜错了 随后唐修就将诺诺交给了陆一 看好他别再让他跑出去 诺诺也回头望向唐修 他能听懂我的心声吗 明明血气只建立的一半了 片刻之后 唐修回到卧室准备休息 在看到陆一关门离去之后 诺诺也从笼中钻了出来来到床前 一跃而起跳上床来 这么久了还没醒不会隔屁了 正当诺诺想要凑近查看时 唐修眼睛猛然睁开紧紧盯着诺诺 紧接着又顺势将其揽入怀中 小东西你怎么在这 既然来了那就来帮等王暖暖吧 来了来了 小蛇君的身份终于揭秘 诺诺诺在抚摸到唐修滚烫的额头之后 深知若是再不赶快让他吃药 后果真的难以预料 奈何自己的个头愣是没有让药碗一栋分毫 正当诺诺为此感到苦恼之时 小时候阿娘给自己喂药的画面浮现在了眼前 想到这里说干就干 诺诺立马凑到碗前学着阿娘的样子 将汤药咕嘟咕嘟喝入嘴中 为了自己的兔命唐修不能有事 这是唯一的办法 说罢就朝着唐修的嘴里贴了过去 学着阿娘的样子将药物送入嘴中 尽管是喂药诺诺脸颊还是不由的泛喜威武 在看着唐修成功将汤药咽醒 诺诺也终于松了口气 成功了 紧接着便开始了循环往复的搬运工作 终于在九九八十一次之后 诺诺终于嘴巴红肿气喘吁吁的瘫倒下 但是摸到唐修依旧滚烫的额头 诺诺不禁皱起眉头 这要是拥衣开的 诺诺无奈地轻叹一声 看来还是只能靠自己 粉毛灵兔本就是大骨之药 遇到我算你走月 说罢便伸出兔爪咬了下去 紧接着一滴精血顺着爪尖流向唐修口中 可就在这时只听喷的一声黄门被人突然打 进来的路易惊慌是错 你怎么在这 真是大胆竟敢在王爷的床上 说罢气势汹汹的就要朝诺诺扑来 诺诺内心则是一阵腹肥 大哥 你有点眼力驾行吗 我在救你家宝贝王爷 最时他也终于看到一旁喝掉大半的药物 王爷居然肯喝药 随即就满脸好奇地询问诺诺是怎么做到 诺诺见状则是傲娇地掐起了药 就不告诉你 谁料下一秒就被路易揪住了肥嘟嘟的脸颊 你说不说 如果让俄飞娘娘知道王爷和贡廷天天待在一起 一定会把你做成麻辣兔兔 听到俄飞诺诺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俄飞可是一个狠角色 是唐修的生母也是陛下最疼爱的妃子 而且其最忌讳有贡廷蛊惑自己的儿子 想到这里诺诺决定把方法告诉路易 说罢就跳到晚前 将之前的动作行云流水般的又掩饰了一遍 做完一切便两爪一摊 看到了吧就是这样 而一旁的路易则是呆立当场 你个区区贡廷简直大胆 竟敢亵渎尊贵的王爷 啊我的王爷不干净 诺诺则是满脸委屈 你反应这么大干嘛不就是轻个几百下 我们贡廷被送过来的时候 可是每天被你们要求学习贡廷求生攻略的 书中的内容更是污浊不堪 比起那些 我刚刚做的根本不值一提 就在诺诺还在阵阵有词时 路易突然慌张地看向窗外 糟了 时间快到了 不能让这只兔子发现王爷的秘密 说罢便朝着还在一脸猛的诺诺抓去 随着夜幕的完全降临 唐修也在这时柔眼 但醒来的却是诺诺一直寻找的小蛇君 兔兔生命危在旦夕 小蛇君始终来晚一步 唯有唐修立晚狂澜 就在刚刚随着小蛇君的苏醒 尽管路易动作迅速 但反常的举动依旧引起了小蛇君的注意 你手上拎的是什么 这是属下抓到的死老鼠 正要去扔掉呢 王爷您还是别看了 但看着不断蠕动的带子 还是让小蛇君产生了怀疑 可他明明在动 路易闻言连忙伸手解释 这是属下的手抖 属下的手腕有救伤经常会这样 说罢还没等小蛇君反 就一溜烟地消失在了原地 轰流小蛇君在风中凌乱 怎么感觉怪怪的 你说是不是啊兔兔 在半上没有得到回应 小蛇君连忙回头望去 可笼子早已空空如影 而这时的路易早已跑得气喘吁吁 停下脚步打开袋子 查看兔兔的情况 喂 小贡品还活着吗 但在看到陷入昏迷的诺诺后 路易突然目露寒光 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在了老海 紧接着一把匕首从袖口发出 不要怪我 你既知晓王爷的秘密 早晚是活不成的 最时的诺诺也稍稍恢复意识 一脸猛逼地探着路易 秘密 什么秘密 而与此同时 路易的匕首早已高高举起 王爷是要成大势者 学不可受影响 就在诺诺望着朝自己落下的匕首 感到无助之时 小蛇君突然出现改变了匕首的轨迹 但依旧还是在诺诺的手臂留下了伤痕 看到这一幕的小蛇君泪水多胖而出 内心心痛不已 随即抓起路易的胳膊就咬了起来 大坏蛋 快放开兔兔 紧接着又是一顿猛如虎的鳞伤操作 下一秒则是被路易一把按住安抚的 王爷 贡品就是为了给王爷补身体的 随后又将小蛇君扭过身去面向诺诺 来 趁心先吃了它 王爷就能痊愈了 可看到眼前奄奄一息的诺诺 小蛇君的情绪再次爆发甩开路易 我不吃 我讨厌你 还我兔兔 而诺诺也感知到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谢谢你小蛇君 谢谢你这么努力救过我 这也许就是我的命吧 可惜 雪公主对我的救命之恩还没来得及报答 两年之后您就要嫁给杀人如麻的大皇子 我苦苦寻求他的身影 就是想救你与水火之中 看来这一切都做不到 我好不甘心 说把眼角开始划过泪水 但神奇的是 泪水竟在自主地修复诺诺的伤口 而这时的路易则是一把将诺诺提起 也不顾小蛇君的反对 就要将诺诺交到厨房去 无论小蛇君怎样呼喊其去 路易依旧不为所动快步离开 就在这时小蛇君突然停下脚 仿佛下定决心一般 为了救兔兔 拜托你了 紧接着一道光圈凭空出现 随后唐修的身影便逐渐显现 慢着 是谁允许你带他走 没想到兔兔的再次化醒 竟是和唐修坦诚相待 就在刚刚诺诺生命危机之时 唐修及时出现 不等路易开口解释 直接一掌将其击飞 随允许你伤害他 自己滚去脸子 随后又强撑着虚弱的身体 看向怀中的诺诺 还好伤口不深 可刚刚怎么会流那么多血 看着依旧昏迷的诺诺 唐修缓缓将手伸向诺诺 紧接着一把捏住诺诺的鼻子 顿时强烈的窒息 赶让诺诺疼的一下做了解 装什么死啊 害他哭得这么惨 诺诺也猛逼地还视了下自己身体 我没事 我还活着 难道是神仙显明了吗 随即便四处张望寻找小蛇君的身影 丝毫没有顾及一旁黑着脸的唐修 这呆兔这么生龙活 亏得他那么着急换本王出来 就在这时一阵刺痛 突然在唐修脑中生 紧接一口鲜血从嘴中咳出 唐修一阵苦笑 看来刚刚的变身 让原来的伤口裂开 紧接着意识 开始逐渐模糊向下倒去 在诺诺震惊的目光中 杭修静缓缓缓地恢复成了小蛇君的蜜 看来受伤的自己维持这副身体还是太勉强 看到这一幕 诺诺再也压抑不住悲伤的心情 双眼闪烁泪光 静止朝着小蛇君哭去 这时陆伊也将真相告知了诺诺 你所认识的小蛇君 其实是王爷晚上的另一个人 也正是因为他的存在 才能补充王爷所需的食物和灵力 可是因为你 他强行唤醒了王爷 若是王爷有个三长两短 而非定将你千刀万管 片刻之后寝宫之内 看着一脸虚弱的小蛇君 诺诺心疼自语 这就是你以前想对我说的秘密 不过无论你是小蛇君也好 唐修也罢 我都希望你能安然无恙 说罢就凑近抱住了七脸颊 而这时闻到诺诺爪子上残留血腥的小蛇君 竟突然伸手抓住了诺诺的爪子 缓缓放入口中瞬息了情 但此刻的诺诺没有丝毫怨言 只希望小蛇君能多喝一点 这样才有力气养好身体 时光飞逝来到第二天早上 熟睡中的诺诺只觉得自己的屁股痒痒 可随着手指的不断深入 诺诺便瞬间清醒 满脸飞红心脏狂跳 紧接着只听碰的一声 诺诺竟再次化成了人形 可由于昨晚受伤 又给小蛇君治疗 剩余的灵力根本不够晃化出一群 满脸羞红的诺诺刚想起身离开 却被睡梦中的唐修一板拽了 仅仅搂在自己怀中 裤兔成功化形 不料却惨遭管家寄予 就在刚刚吃完豆腐的兔头 刚想要脱脱逃离 就被唐修打了个阵阵 眼看事情马上不可控制 诺诺内心一行 一个蓄力就朝唐修念门垂去 这是梦这是梦 你继续睡吧 此下一秒一阵清脆的碗碟破碎声 随得诺诺猛然回头 下时间整个房间压去无声 紧接着就是陆一的怒火 你你你谁啊 你对我高贵的王爷做了什么 诺诺也不甘示弱 化形式灵力不够化衣服 我有什么办法 此话一出陆一猛然惊醒 你是那只兔子 诺诺肯定点头 好啊好啊你这只供体 竟敢亵渎我家王爷的清白 要是让俄飞娘娘知道 你就完了 诺诺文言一阵无语 你不让她知道不就行了 可陆一可不管这些 不想被做成麻辣兔头的 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听我吩咐 片刻之后一股猴肩的热泪 是唐修从昏迷中醒了 却发现 此刻一位戴着面具的女子 正在给自己喂养 唐修一惊本能的一尾巴 将其甩开 放肆 摔倒在地的诺诺满脸吻去 有病吧 我就你还这么凶 要不是看在小蛇君和契约的面子上 我才懒得管你 最时唐修强忍虚弱吩咐道 这婢女太过放肆 让她去洗毛测 眼看陆一就要抓起诺诺离品 唐修猛然意识到什么 叫住了即将离去的两人 那只供体呢 本王昏迷的时候 他来过这里吗 谁料陆一的回答 却让诺诺浑身一颤 那只供体呢 王爷救了他 他却忘恩负义 逃出笼子跑了 诺诺不解为何陆一要说 和扭头看到其浓浓的杀意 这才明白过来 他这是要趁此机会 把自己拉去厨房顿 想到这里 诺诺拼命转身 用尽全力呼唤唐修 眼中充满了无助 唐修惊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随着诺诺眼角的泪水涌出 原本戴在脸上的面具 也在这时应声掉落 下时间诺诺再次变成了兔兔 扑进了唐修怀中 兔兔的舍命相救 换来的却是唐修的无情相对 在诺诺再次变回兔兔之后 唐修也明白了 刚才的侍女就是诺诺 不过又回想起 自己睡梦中那只间细腻的错 应该不是梦 飞机就戳了戳诺诺诺的脑袋 小东西 再画个形给本王看看 文言诺诺脑袋狂摇 画形 你以为画形是我想画就能画的 这时唐修突然复尔低语 那你告诉我 你晚上趁我睡觉画形钻我被窝 是想对我做什么 此话一出兔兔瞬间浑身一尘 完了完了 他不会也想起来是我给了他一拳吧 这时陆一突然借机开口 王爷他就是心怀不顾 若不是属下进来送药 还指不定他干出什么荒唐事呢 属下看还是把他做成药膳 诺诺文言也不与他争辩 直接挣脱唐修手臂 来到汤药之前 没有丝毫迟一口咬破自己的兔子 在唐修震惊的目光下 将精血滴入了气中 随后一脸求表扬的举起兔子 你看 磕了我的血也可以治愈的 放过我吧 谁料唐修瞬间暴怒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不吐文言满脸委屈 我救你 你怎么还生上气了 随后颤颤巍巍的将要推到唐修面前 不管怎么说 不能浪费了 而唐修则是傲娇的将晚推开 本王还没沦落到 要你通过伤害自己来救我 最一幕使得诺诺 搓起兔爪不知所措 这时唐修突然伸手握住了诺诺 即便你是灵兔 也不能随意滥用自己的灵力 以后不要这样 这突如其来的观星 使得诺诺顿时脸颊飞活 他现在温柔的样子 倒是有几分像小蛇君 可就在这时 唐修的肩膀瞬间传来阵阵刺痛 诺诺也随之受到感应 再这样下去 他的伤口一定会再次裂开 随即转身将要吞入口中 也顾不得唐修是否会生气 立马跳上唐修的肩膀 将嘴巴掰向自己 紧接着熟练的将要灌了进去 地旁的陆依再次悲愤交加 我的王爷又不干净了 随着喂药的结束 唐修也终于知道 原来之前兔兔都是这样给自己喂药的 他这么在意我的生死 是因为知道我是小蛇君吗 可他似乎两次划行都是因为我 他到底是对我另有所图还是说 喜欢我吗 此刻的唐修深深陷入沉思 无论诺诺怎样呼喊都无济于事 可下一秒唐修突然出手一把抓住诺诺 纷纷摔在了床榻之上 本王要听你解释 化行做你想做的事 兔兔只因无法化行 就惨遭唐修无情抛弃 就在刚刚才喂完药的诺诺 突然就毫无征兆地被唐修一把抓住 纷纷摔入床榻之中 嘴中念叨着让诺诺化行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诺诺瑟瑟发抖 我想做的事 难道是想试探我 看我会不会对他趁虚而死 然后好以此为借口将自己丢给六皇子 想到这里的兔兔瞬间吐转狂摇眼泪空掉 没有没有 我哪敢觊觎你 更何况我哪会自己化行 可唐修则是不顾诺诺的不断挣扎 缓缓俯身 本王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你化不化行 而这时的诺诺在看到唐修的腹肌之后 瞬间脸颊飞红两眼放光 那股熟悉的躁动感再次传遍全身 好像真的要化行吧 唐修也满脸期待地盯着眼前的变故 随后只听喷的一声 兔兔依旧还是兔兔 法力不足化行失败 杭修顿时恼羞承诺 吩咐起陆伊 把他给本王带走锁起来 名誉让六弟带走 看着诺诺远去的身影 杭修又陷入沉思 难道这小家伙化行有什么条件吗 时间来到次日 碎眼朦胧的诺诺听到自己又被陆伊交给了侍女 在看清侍女那兴奋的样子 诺诺瞬间清醒 自己身体所散发的清甜让侍女不断凑近身息 不用怕不用怕 我是负责照顾你的脆诺 可在诺诺眼里这哪能不怕 我信你的鬼才不怕 你的眼睛分明在泛着血光啊 说吧就一个打挺从侍女怀中挣脱了 侍女见状瞬间气得咬牙切齿 随即张口险形朝着诺诺的方向追了过去 小贡品 看你往哪里跑 经过一番追逐 诺诺还是泪趴在地 心中不由复复 都怪自己昨晚自愈消耗了大量体力 现在完全跑不动了 可又忘了忘静在咫尺的唐修寝 诺诺吐牙一咬 只要加把劲跑到唐修那里就安全了 说吧就一个蹬腿跃了出去 可谁料突然眼前一黑 我是谁我在哪 诺诺再次被人一麻袋打了个正着 画面一转唐侧正一脸笑意的拎着麻袋 无有点故守住带兔 真是成不起我 而此时的诺诺还在不停挣扎 你谁啊 快放我出去 最时唐侧也将诺诺放出 嗨 又胖又好色的兔兔 又见面了 诺诺暗叫不好 是更危险的唐侧 可不等诺诺继续震惊 又一个高大的身影 突然将两人笼罩 孤独第一次勇敢表白 就遭到傲娇唐修的无情拒绝 就在刚刚诺诺好不容易摆脱事物 结果又被气找上门来 吓得诺诺顿时浑身一掺 这就是蛇本身的样子 嗜血残暴 随即没有丝毫犹豫的又钻回麻袋之中 加油侧哥 我觉得还是袋子里比较安全 谁料唐侧不讲武 一个抬手 诺诺瞬间凌空飞起 飞机直直朝着大蛇口中落去 哎呀唐侧你真是个缺德蛇 眼看诺诺即将落入蛇口 一条尾巴突然出现 将其又卷了起来 诗诗的诺诺再次落回了唐侧手中 惊喜不惊喜 刺激不刺激 好玩不好玩 就在说话之时 悟空的大蛇再次张口朝着两人扑了管 而唐侧却没有丝毫慌张 三哥养了他一个月都没舍动 你一个小小剑壁竟敢这般不知死 话音刚落只见尾巴划过残影 只是一个眨眼大蛇便已伸手一触 第一次见到如此场面的诺诺再次被震惊 唐侧见状调侃道 这都没被吓死 你果然很适合去我千计格打工啊 我还真是要谢谢我三哥 说罢就哼着小曲带着诺诺转身离开 而此时袋中的诺诺只剩下了无主 脑中开始浮现唐修和小蛇军的身影 好可怕呀 小蛇军 好可怕呀 唐修 难道你们真的都不要吐吐了 不过多时 唐侧就回到了寝宫之中 看着还在不停蠕动的袋子不禁感叹 这小东西还真是活泼 袋子中的诺诺还在凭借多次被抓的惊艳 拼命撕咬着麻袋 这次怎么这么赢 好难咬 谁料咬破之后竟还有个笼子 而唐侧正笑盈盈地望着自己 想跑啊 路易之前吃过你的亏 你这小伎俩他早就告诉我 紧接着画风一转露出邪笑 你说是把你送去斗兽场了 还是送去武技馆 看到此景诺诺的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 唐修你再不来救我 我可就哄不好了 就在唐侧准备决定把诺诺送去武技馆时 突然一片叶子从远处射来 只是一个眨眼唐侧提笼子的手 就出现了一道伤痕 笼子掉落的瞬间被一条尾巴卷起 唐修则在此时缓步走来 好不容易睡着 又被你吵醒了 唐侧则是小声嘀咕 我明明用了隔音术的 你倒是胆大 竟敢用隔音术来我府上偷兔子 不过你的隔音术可对兔子的音调没用 说吧就将诺诺从笼中放了出来 诺诺激动的满含热泪就朝唐修扑去 紧紧贴着唐修的脸颊蹭了起来 唐修原来你没想把我送人了 你真的是大好人 最时站在一旁的唐侧坐不住 三哥 你未免对这只兔子太好 为了他竟然对亲弟弟下手 真是舌尾巴往外挡 唐修则是不以为意 本王的生母是俄妃 你的生母是凌妃 准确来说我们不算亲兄弟 文言的唐侧闪过一丝失落 三哥你这么说 弟弟可太伤心了 紧接着一摇嘴唇 又恢复了常态 好歹我刚刚还救了你家宝贝兔子 辫子里那婢女看见没 接着便俯身看向诺诺 三哥你就没有想过 那婢女为何会失去理智突然发狂吗 我看是她身上的味道吧 听到味道诺诺一愣 我的味道 贡品的血确实会引发受人的食欲 因此我们长耳族的血兔平时都会很小心 尽量不让自己受伤 可是自己的伤口已经好了呀 怎么还会有味道呢 说吧就点起脚把爪子凑到了唐修面前 你闻闻 唐修瞬间脸颊飞红 随即顺势将诺诺丢进笼子掩饰尴尬 好好待着 最近几日别乱动了 时间来到晚上 一阵开锁的吸塑声 将诺诺从睡梦中惊醒 小兔兔你醒了呀 就算是笼子也关不住一颗吃货的心 就在刚刚被唐修关起来的诺诺一睁眼 就发现许久未见的小蛇君 进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小兔兔 他把钥匙藏起来 我打不开 不能带你去偷吃了 但是这怎么能难倒一个吃货的决心 诺诺随即指向上方 这个这个 连着笼子一起走 本快两人便再次来到了厨房的窗户前 但看着那高处的入口小蛇君不由一掺 我不行 我怕高 可又瞅了瞅口水直流的诺诺 户涂一定很饿吧 随即在诺诺一脸迷茫中将笼子放下 紧接着深吸一口气 在诺诺震惊的目光中 奋力朝着大门撞而过去 随着砰的一声巨星 大门也在这时应声而开 不等诺诺从震惊中缓过神 小蛇君便再次将其抱起 小兔兔走吧 我们去吃好吃的 一进门 满屋的美食瞬间将两人包围 诺诺则是立马开启失货模式 但当看见小蛇君毫无食欲的样子时 诺诺内心不由一探 哎 这两个人 一个白天不喝药 一个晚上不吃饭 真是让人不省心 想到这 诺诺立马将鸡腿朝着小蛇君奋力一推 快吃 小蛇君则是为了不让诺诺担心拿起鸡腿 常识性地咬了下去 谁料刚一进口便剧烈地咳嗽起来 紧接着眼中闪过一丝落寞 随后握住诺诺的吐嘴 吐吐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陪你多久 他虽然昨天救了你 但如果我不在了 就没人能够约束他不伤害你 你还是想办法逃走吧 诺诺文言心疼地望着小蛇君 自己昨天就感知到唐修动了杀念 却一直不知道他要杀谁 但是此刻我好像知晓了答案 杭修要对他的另一个人格动手 他想要小蛇君消失 想到这里诺诺再也压抑不住眼角的泪水 小蛇君 你不要消失 我不想你消失 你是我在这天都唯一的朋友 小蛇君则是不舍地将诺诺抱起 将嘴唇轻轻地印在了诺诺额头之上 谢谢你兔兔 他们都希望我消失 只有你希望我活下去 你是认识这么久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小兔兔 你有名字吗 诺诺也不计较 直接在小蛇君手掌上比划了起来 软 软宝放心 在我消失前 我会想办法帮你离开 随着夜色逐渐散去 小蛇君也到了要离开的时候 在将诺诺安顿好后 开始在案前写起信 诺诺满脸好奇 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又是要给谁看 不过在第二天唐修拿到书信时 诺诺也终于明白过来 这就是他们一直交流的方式 在看完之后 唐修突然愤怒地将信一抓 火焰瞬间燃起 看到这一幕的诺诺顿时一惊 不知道小蛇君在纸上写了什么 惹得唐修这么生气 就在诺诺瞎想之时 盖在笼子上的黑布被一把掀起 只见唐修眼神冰冷地看着自己 偷看够了吗 裤兔竟被打上领结 送去见了自己的未来婆 就在刚刚被唐修叫醒的诺诺委屈巴巴 不敢多言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负 诺诺诺把沾着自己兔毛的半截肉串推给了唐修 唐修脸上瞬间写满了嫌弃 这时路一来报 王爷俄飞娘娘差人来请您过去 唐修文言扭头应答之后 便转身离去 气得诺诺直跺脚 为你别走了 我还在笼子呢 好歹给我打开门呀 唐修刚走一个婢女就端着果盘走进来 正当诺诺好奇她是谁时 婢女就将果盘递到了面前 奴婢因果 奉王爷之命来照顾你的 诺诺文言一边暗自嘀咕 唐修还算有点良心 还知道给自己送吃的 又一边偷偷描向英语 这女孩年龄不大文文静静的 应该不会像脆果那样发狂吧 不过就算发狂应该也打不开笼子 想到这里便沉沉睡去 可就在这时有人悄悄来到侍女身后 又麻布紧紧捂住了七孔 没多时便倒地不起 熟悉中的诺诺就这样被带离的寝宫 毫不知情的诺诺终于在一阵颠簸之后醒了过来 怎么回事 这次又是谁要抓我了 唐修小蛇君救命了 片刻之后 装着诺诺的口袋被剪开了 苏公公 供品带到 诺诺颤巍巍地探出脑袋四处张望 这是哪儿啊 下一秒六目突然相对 诺诺吓得浑身一颤 不会是蛇公御膳房吧 最时带着头巾的艺人开口 给她戴上 立马旁边的侍女就将绸带套在了诺诺脖子上 诺诺顿时瑟瑟发抖 这是要吃我们吗 看着侍女不断摆弄着自己 诺诺不禁暗想 只有唐修有钥匙 难道是唐修要把我送给别人吃 很快经过一番收拾的诺诺被放在了垫子上 好你的唐修亏我还留了两个丸子给你吃 之内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双手抚插 带她过来 听到娘娘诺诺瞬间吓得浑身颤抖 娘娘们都爱美 而自己身为血徒又是世上最好的自补品 美容养颜颜年益寿 自己这次看来是真要在捷南逃了 小蛇君 永别了 谁让下一秒娘娘将一盘糕点推了过去 听闻你很爱吃 诺诺见状一脸猛的看向娘娘 给我吃的吗 看到娘娘满脸慈爱毫无味 又看了看手中美味的糕点 诺诺顿时忘记了恐惧 应该没毒吧 毕竟毒死的兔子肉也不能吃 紧接着便大口吃了起 入口瞬间诺诺不禁感叹 松软香甜入口即化太美味了 我可得多吃点 万一是最后一餐 而与此同时的娘娘则是摆弄着诺诺的 这小东西确实挺招人喜欢的 紧接着便满脸笑意地说道 好了 送她回去吧 诺诺文言一脸猛逼 就没事了 这么大张旗鼓就是把我带来吃顿好吃 看见依旧洋溢着微笑的娘娘 诺诺此事充满了疑 她究竟是谁 小蛇君生命垂危 复复为此再度化醒 我一定会救你 在诺诺被未来婆婆盛情款待之后 小蛇君的身影就在位出现了 但这天晚上一阵打磨声 将诺诺从睡梦中惊醒 随着视线逐渐清晰 小蛇君的轮廓缓缓显现 抱歉软宝 这两天没能来找你 我这就救你出来 看着小蛇君努力的样子 诺诺不禁担心 这么多天堂休都没有变成过小蛇君 小蛇君真的没事吗 很快经过多次尝试所 终于被小蛇君打开 就在诺诺想要扑进小蛇君怀里之时 小蛇君竟突然倒在了自己面前 诺诺瞬间呆住 难以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飞机立马朝着小蛇君扑去 阮宝 你逃走吧 在我消失前至少要救下 看着小蛇君逐渐消失的身形 诺诺焦急万分 现在天都还没亮 小蛇君就要变成堂休了 难道真的没办法救命 就在这时诺诺猛然想到 灵兔的血可以治愈肉体的伤口 转眼间就化为人形 或许能修补残缺的灵符 说着话型的诺诺就咬破了自己的舌尖 求求你不要死 我唯一的朋友 片刻之后 看着气息逐渐稳定的小蛇君 诺诺终于长舒了口气 当摸到自己耳朵时 诺诺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变身 但是怎么会不完整呢 这时虚弱的小蛇君嘴里不断地呼喊着娘亲 又使得诺诺顿时一阵心痛 手掌轻浮 只有让唐修有惧怕的东西 诺诺无精打采的样子引起了唐修的注意 怎么今天没胃口 还是说昨晚被他胃饱了 就不吃我了 诺诺文言瞬间怒火丛生 伸出受伤的舌头 看见眉还不是为了救你 随到唐修用力一戳诺诺诺的脑袋 原来是睡觉咬到舌头 你这只兔子还真够蠢 紧接着又抚向诺诺的兔耳朵 昨晚你们做什么了 竟让你变成了人形 诺诺也是一脸茫然 我也不知道 就是做了之前和你也做过的事情 此话一出 我是我 对我做的 绝不可以对他做 听见了吗 就在这时路易来报 王爷 俄飞娘娘拆人来拿那只铲嘴的贡品兔子 诺诺一听满脸惊恶 啥 我妈 随即紧紧抱住唐修胳膊 唐修你要救救我呀 你娘找我不会是想吃我了 而且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便会吐走 紧接着似曾相识的画面再次出现 不要啊唐修救我 一阵拉扯之后 唐修的衣扣突然松动 随即坚实的腹肌就展现了出来 瞬间现场一片死寂 那个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 我帮你再寄上去不就行 眼看就要重新寄好 随料头发再次挂了上去 就在诺诺慌乱的解头发时 手腕突然被唐修一把抓起 顺势拉入自己怀中 别动 就这样待着 而非身份曝光 复复再现危机 就在刚刚 猝不及防的诺诺被唐修揽入怀中 感受到气加速的心跳 使得唐修猛然冒出一个想法 他变身的条件会是这个呢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错 唐修一个用力将诺诺抱得更紧 随后凑近诺诺耳边轻声低语 心跳这么快是因为本能了 听得唐修清晰的呼吸声 诺诺的心跳更加厉害 紧接着诺诺眼睛一闭 下一秒只听碰的一声 诺诺再次变回了兔子 唐修托起诺诺 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在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后 唐修随手将诺诺丢给了陆伊 带他去见我娘吧 这时反应过来的诺诺瞬间崩溃大哭 兔兔不想去啊 就在诺诺以为自己兔命休矣时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让诺诺一惊 好熟悉的刘成 熟悉的弟弟 还有这个熟悉的人物 居然是他 他竟然就是俄飞 上次抓自己过来只为给自己吃甜品的娘 竟然就是唐修的母亲 还没等诺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俄飞就满脸笑意地将诺诺抱到了桌前 快吃吧小家伙 看着满桌子的美食 诺诺立马沦陷 此刻脑袋里只剩下了一个想法 这俄飞娘娘人还怪好累 就在诺诺还沉醉在这突如其来的幸福之中时 下一秒俄飞突然画风一转 本宫总觉得手上的串珠少了些亮点 紧接着看向诺诺 你的眼睛倒是生得极美 若是串在其中一定很出彩吧 看着俄飞一脸认真的样子 诺诺手中的膏点瞬间掉在了地上 果然他们母子真是如出一折呀 听到旁边其他妃子们还在给俄飞出谋划测 妹妹觉得应该做成耳环 诺诺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泪水开始在眼眶不停打转 紧接着再也控制不住哇哇哇地哭了起 俄飞见状也是一惊 怎么这就哭了 随即立马上前抱起诺诺安慰道 是本宫吓到你了吗 真是对不住我 本宫只是想逗逗你而已 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这才多大 就被送到这可怕的地方里 此时诺诺看着俄飞慈爱的神情 内心不由生出一阵感动 明明她地位这么尊贵 还愿意对我这么温柔 简直就像自己的娘亲一样 这时俄飞继续说道 你如今能活着是因为修儿喜欢你 但若是哪一天她讨厌你 你的下场可想而知 软宝 你可明白 当听到软宝诺诺一愣 只有小蛇君才会叫自己软宝 她怎么会也知道 明白诺诺心中想法的俄飞 手指轻轻戳了戳诺诺的鼻子 在本宫心中 他们两个并无差别 都是本宫的孩子 说吧从怀中取出一个珠子开口 要想活下来 就得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来乖 把这个唐丸吃下去 就能讨好修儿保你平安 时光飞至来到晚上 刚沐浴完的唐修 发现诺诺正脸颊飞红的瘫在垫子上 随即便担心地上前查看 是发烧了吗 就在手指就要触碰额头之时 诺诺立马一个箭步哭向了唐修 好热好热 我要贴贴 蛇君的皮肤好凉呀 唐修健壮则是满脸嫌弃 快滚开 不然把你做成麻辣兔头 可当凑近一看 唐修瞬间意识到不对劲 只见诺诺双眼失神身体滚烫 这是中毒了吗 还没等唐修反应过来 只听喷的一声 诺诺再次化形倒在了唐修怀里 唐修 我感觉好热好难受啊 来了来了 没想到对兔兔如此温柔的轮飞 竟然有着显为人知的一面 就在刚刚 身体异常的诺诺突然扑进唐修怀中 正想继续下一步动作之时 唐修瞬间眼神一冷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敢挑衅本王 说伴一把捂住诺诺的嘴 扯瞎身旁的帘子 眨眼间就将诺诺打包成粽子丢了出去 随后起身整理下一衫镇定的 便回去 本王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随料诺诺文言后惊讶地脱口了 你说什么 难道 难道你是不行吗 此话一出唐修瞬间口吐鲜血 随即扭头便挤 你说谁不行啊 紧接着出手扼住了诺诺的脖子 你真不怕本王杀了你 而诺诺则是呼吸急促没有丝毫 不管你信不信 我现在针对不回去 不信你摸我浑身都是烫 便回去我会没命的 说吧泪水开始在眼眶打转 眼神炙热 求你了唐修 我想 我想 还没等其把话说完 唐修瞬间就将诺诺推倒在了床上 最不看来是不解不行 言把唐修俯下身来开口 小东西 这可都是你自找 随后只听一阵奇怪的声音过后 现场就只剩下了被绑的严严实实的诺诺 好了今晚你就这样待着吧 诺诺还想继续开口 唐修立马出言呵斥 再哭就把你嘴巴也绑上 唐修我是供体 这本就是我该做的事 何况我的身体突然这样 我也没办法呀 唐修文言脸色阴沉 是吗 你没办法 但是我有 说吧拉起诺诺的手就向外走去 片刻之后两人来到了一座湖边 唐修推了推诺诺 控制不了 那就进池子里冷静冷静 死化一出吓得诺诺转身就跑 我不去我不去 怎料唐修突然尾巴一死 诺诺顿时一个劣迹 下一秒静哭哭一声掉进了湖中 唐修见状瞬间慌了神 随即立马将尾巴探入水中 想要将诺诺就起 怎料尾巴刚刚接触湖面 一段内心深处的记忆开始涌进脑海 画面中自己的母亲站立在湖面之上 手中还握着一条不停颤抖的小蛇 而与此同时趴在地上的一位妇人 正浑身浴血奋力嘶吼 我的孩子 放了我的孩子 你可真是个疯子 性感谋害皇子 文言的俄飞则是不以为意 依旧满脸笑语 将小蛇放在了冰面之上 哎呀好冰啊 下一秒一个用力就将气按进了湖水之中 静静地看着小蛇在水中不停挣扎 对一幕彻底震惊了幼小的唐修 自己的母后怎么会 紧接着唐修一时回归 落寞地抽回尾巴尸身占领 眼看吐铺生命垂危 唐修却在此刻深陷回忆无动于衷 就在刚刚童年的记忆使得唐修陷入迷茫 完全忘却了早已落水的诺诺 好在诺诺凭借着父亲曾浇的碧气水 踩在水中化险为瘾 但内心气愤不已的诺诺却不急着出去 哼既然你唐修先使诈 那我就让你着急一下 不过这冰凉的池水倒是缓解了身体的造劣 但诺诺不知道的是 与此同时一个黑影正朝着自己悄悄逼近 就在诺诺抱怨唐修这么久都还不来就自己时 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道试图将自己向下拖转 顺势望去一条金色的大鱼正紧紧咬的被单 听过片刻的深情对望 确认过眼神金色大鱼开始加大气力 拖着诺诺就要朝着池底深处游去 诺诺奋力呼喊唐修 奈何嘴中只有气泡冒出 眼看湖面离自己越来越远 诺诺的意识开始渐渐磨 而此时唐修也终于回过神来 感受到诺诺微弱的气息 诺诺意识到了诺诺深处险境 渴望着那冰冷幽暗的湖面 诺诺脑海深处的画面再次浮现 一边是内心深处的恐惧 一边是缓缓下沉的诺诺 尽管唐修此刻焦急万分 但却迟迟跨不过不去 再不救他 他会没命的 眼见金色大鱼开始撕咬诺诺 下一秒只听风的一声 一道残影瞬间撞向金色大鱼 只是眨眼功夫大鱼便眼貌精心昏死过去 随后一条粗壮的蛇尾将诺诺卷起向上 伴随着发拉的出水声 诺诺便出现在了唐修怀中 看着脸色惨白的诺诺 唐修立即用力挤压蛇尾 随着腹中湖水的渴出 诺诺的意识也开始逐渐恢复 唐修 下一秒诺诺瞬间爆气扯住唐修 眼含热泪满脸委屈呜呜 你怎么才来救我 我差点就被大丑鱼吃了你知道吗 就在诺诺正在不停抱怨之时 突然腹中冒出一个人来 王爷 这丑鱼是金鲤 开口之人面无表情却异常清秀 此刻正抱着金鲤缓步走 诺诺见状瞬瞬间两眼放光 好帅啊 好看的小哥哥 真是谢谢你帮我报仇 眼见诺诺如此激动 唐修立马开口 蓝衣你退下 诺诺刚想问这条大鱼能不能吃 下一秒唐修就将脱下的上衣盖在了诺诺身上 赶紧穿上走了 走在路上的诺诺时不时看向唐修 诺诺诺真是奇怪 有事很凶 现在又怪体贴的 可就在此时唐修胸口突然传来剧痛 别招惹他 否则本王杀了你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使得诺诺一脸猛逼 招惹 招惹谁啊 蓝衣小哥哥吗 此话一出唐修更加恼论 什么你还想招惹蓝衣 诺诺文言立马连连摇头 不敢不敢 谁料下一秒只听碰的一声 唐修刚刚所在之地只剩下了小蛇君的声音 嘴中还在不停呼喊着软宝软宝 见状的诺诺也终于明白 诺诺说的原来是小蛇君 想到这里不由轻小 诺诺这个笨蛋 我怎么会对小蛇君做出那种事情 看着小蛇君熟睡的样子 诺诺也打起来哈欠 好困难 我的法力也耗尽了 那我们就一起做个好梦 小蛇君 千万不要惹兔兔 否则就算你是水中霸主 也要让你知道一下鱼儿为什么会这么想 就在刚刚在外睡着的诺诺和小蛇君 被暗中的蓝衣带回了宫中 片刻之后寝宫之内 小蛇君在感受到胸口传来的阵阵凉意之后 很快便从熟睡中清醒 当看到自己身旁浑身颤抖的诺诺时 小蛇君顿时心疼不已 连忙吩咐蓝衣去去骨 直到感受到诺诺逐渐恢复 小蛇君悬着的心才缓缓放下 随即转身看向蓝衣 蓝衣一五一十地告诉本王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闻言蓝衣回道 贡品是莲花池中经理所伤 我奉王爷之命在池中埋伏 其余知识属下一概不知 此话一出小蛇君瞬间抱起 竟有此事真是不可饶恕 刚要继续发怒 忽然指尖传来一阵暖音 顺势望去 只见诺诺正对着自己的手轻轻吹拂 骑马撅起屁股 满脸委屈地露出大腿上的伤口 盯着伤口小蛇君愤怒不误 伤口没有自愈 经理是英都国进贡的那只猫 他们居然还不死心 经理是水中霸主 浑身金光灿灿 但是他们天生惧怕英寿 因此经理是英都国特有的灵宠 英都的祭祀会挑选一部分经理 施法让其一生只忠于自己的主人 他们会隐身在池水之中 几十年都不露面 是英都最隐蔽的戏祖 说吧小蛇君拿起药刀 一边给诺诺涂抹伤口 一边思索 那经理已经一千多岁 是可以化成人形的 唐修不可能没有察觉 想到这里小蛇君眼神一冷 软宝的伤他要负全子 看到这一幕诺诺很是吃惊 小蛇君虽然很孩子气 可他眼底的凶狠和唐修 还真是一模一样 这时蓝衣开口道 王爷 那条经理怎么处置 死话一出 小蛇君拍了拍诺诺的屁股 软宝你说 诺诺文言立马来了精神 伸出兔爪在自己脖子上一模 而一旁的蓝衣则是满脸为难 小贡品 他已经完了呀 这时的小蛇君解释道 不是 软宝的意思是把他做成菜 片刻过后 一条冒着热气晶莹剔透的大鱼 就被端了上 诺诺见状瞬间口水直流 可又看了看一旁毫无胃口的小蛇君 诺诺也顿时泛起愁容 他已经好几碗没怎么吃东西 就算有我的血滋养 可也不顶饱 就在这时小蛇君突然开始浑身颤抖 在诺诺和蓝衣两人惊愕的目光中 一条小蛇出现在了眼前 看着不停颤抖的小蛇 诺诺立马上前抱了上去 怎么会变成小蛇呢 而且身体越来越冷 就在诺诺疑惑之际蓝衣开口 心里鼠寒 和花池水堪比冰水 王爷被寒气轻提口灰伤及心脉 说罢就从身后掏出一把古人 贡品 王爷是为救你 现在轮到你救王爷了 诺诺文言立马会议 伸出兔爪紧闭双眼做好准备 在古人划过之后 诺诺将小蛇放在了伤头之上 随着小蛇的不断瞬息 刚刚还视死如归的诺诺 很快就没了气势 够了吧小蛇决 我要变成吐干了 不过好在起了效果 小蛇身体开始渐渐恢复 下一秒刚当的小蛇 就变成了唐修的样子 嘴中还在瞬息着吐着 诺诺见状连忙抽回 你可不能再吸了呀 再吸真变吐干了 肥料唐修眉头一皱 刚想逃离的诺诺 就被抓住后腿拽了回来 诺诺顿时眼冒惊心 身无可恋 可恶啊 忘了后腿还有伤口 来了来了 不吐苦苦追寻的大皇子 终于现身 为了拯救雪国公主 这次诺诺将会如何抉择 又在刚刚 想要逃走的诺诺 被唐修一把抓住吐头 再次咬住瞬息了起来 诺诺见状顿时焦急万分 再不阻止他自己 恐怕就要吐命不保 就当诺诺不知如何是好之事 下一秒只听喷的一声 诺诺瞬间化为了人形 紧接着借助化形的力道 一脚踩在了唐修面门 飞机立马起身就跑 飞料刚跑 没几步脚下突然传来剧烈 自己的脚踝再次被唐修抓住 一个用力趴击摔在了地上 诺诺看向此时还未离去的 蓝衣拼命不久 蓝衣 快管管你家王爷 提料蓝衣文言 瞬间就消失在了百米之外 既然王爷醒来 那属下这就去准备早膳 诺诺文言兔牙井咬 你骗人 你家王爷啥时候吃过早膳了 可这时唐修早已来到了诺诺身后 瞬间将其推倒在地 就在马上就要贴上诺诺脸颊之时 唐修则是突然握起了诺诺的手掌 开始瞬息起了伤口 眼看唐修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诺诺立马慌了神 飞机突然脑袋一热 砰的一声就朝着唐修撞了过去 还好吐吐我头铁 就没有我砸不晕的死亡 随后拖起晕倒的唐修 随手往床上一丢 你可真沉啊 折腾了一晚上真是累死我 说罢自己也倒了下去 扭头看了看熟睡的唐修 诺诺也打起了哈欺 很快就一微在唐修怀里睡了过去 时光飞翅一晃就来到了中午 最时被诺诺整着手臂发麻的唐修 从昏睡中清醒过来 看着诺诺腿部的伤口 唐修缓缓俯身轻浮 随即眼神一亮 手掌一个用力 诺诺瞬间弹射起身 随后整个世界响起了杀猪般的响声 片刻过后 诺诺满脸怒意地看着唐修 你干嘛 很疼啊 唐修则是一脸淡漠 你这牙印哪来的 你昨晚和他做了什么 诺诺文言白白手 你都不行 他还只是个孩子能做什么呀 不过随便换个人都比你强吧 此话一出唐修瞬间呆若目击 不行 诺诺此时继续说道 我是吃了俄非娘娘的东西才会失控的 何况我又不是非你不可 你至于把我扔进池里喂鱼吗 解决那种危机 诺诺挣扎道 你放开我 为什么不可以 我当时只是想佛命罢了 你真是不讲理 你不行还不让别人行啊 话音刚落唐修瞬间生起了怒意 加中了手上了力的 你还真是不知死 这时诺诺手掌上的伤头 显现在了唐修眼前 盯着伤口 唐修零散的记忆开始清晰 是为了救我留下的吗 随即放下了捏住诺诺的手 防缓开口 别人 就是不行 就在这时蓝衣来报 属下已查明 大皇子曾与英都国使臣私下见不明 杭修文言陷入该理 大皇子嘛 一阵思索后 开口道 这经历着实太大 看来得去请大皇子来一同享用 顾兔为了报恩 竟不惜以自身为代价去做交换 就在刚刚诺诺听闻大皇子 要来赴宴的消息之后 一个想法猛然升起 毒杀大皇子 这或许是拯救公主的最好时机 可毒药从哪里来 又成了摆在诺诺眼前的难题 想着想着诺诺突然灵光一现 片刻之后 房间就响起了诺诺的喊声 哎呀 好疼啊 唐修文言扭头望去 只是一眼就被面前的长颈索震惊 只见诺诺抬起受伤的鼻子 满脸娇羞地望着唐修 这精力咬的伤口 无法自愈你可得父子 最时回过神的唐修淡淡开口 你要我怎么父子 看见唐修接话诺诺立马兴奋起来 当然是给我找个医师啊 唐修文言停顿片刻后吩咐兰伊 去让英国请贺医师 你寸步不离地看着他 刚吩咐完又看了眼 男一觉得不同 算了 你还是离他时步之外吧 许久之后庭院之内 等得焦急的诺诺 不由发起了牢骚 这贺医师怎么还不过来 又看了眼离自己 时步之远盯梢的男一 刚想递出果子 套套近乎 突然一阵话语从身后飘来 什么人还需要本医师亲自看吗 诺诺文言文声望去 只见一个个头不大 还满脸稚气的小女孩 正站在自己身后 就是你吗 此话一出 诺诺立马撩起裙板 露出伤口 是我是我 你看这伤口 是被精力咬得没有办法运行 而此时一旁的小女孩 健壮则是满脸愤怒 转身就走 你以为本医师是谁啊 就这么点伤口 也叫我亲自跑 走了走了 眼见贺医师要走 诺诺连忙拉住了起一脚 别走啊 贺医师 顿时双方就陷入了拉锯 眼看说服不了贺医师 诺诺心中一横 我与你做个交易如何 我是粉膜灵兔 邪有治愈之力 听闻你留在府中 是为治好堂修 我可助你 贺医师闻言顿时一惊 随即立马抓起了 诺诺的双手 话不多说成交 片刻之后 贺医师翻了翻药箱摇摇桶 药材没带齐 我先回我院子给你配解药 说吧刚想起身 诺诺就偷偷来到起身后 贺医师 我想去看看可以吗 在遭到拒绝之后 诺诺赶紧补充吧 贺医师 我去正好让你取点血液研究研究 你想蓝一在的话 一定会阻止 贺医师看着诺诺一脸 真诚的表情很是无奈 随即挠了挠脸颊 看向蓝一 蓝一啊 治疗需要药育 你就不用跟过来 我会看好他的 在看到蓝一点头之后 诺诺瞬间高兴地抱起了贺医师 小赫赫 真是爱死你了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贺医师的住宿 看着满屋子的药材 诺诺顿时一阵头大 就在诺诺盯着一种药材仔细观看时 那有剧毒你可别乱碰 喝的一声呵斥 让诺诺有了主意 诺诺立马露出惊讶的表情 那还有哪些事啊 我离他们远点 贺医师文言一顿饼 这个这个那个还有角落内 话音一落 诺诺瞬间露出了皎洁的微笑 趁着贺医师忙碌的功夫 诺诺对着药材开启了自询模式 刚打包完自己需要的 身后就传来了蓝一的声音 王爷道 吓得诺诺后背一凉 糟了 得藏起来 说吧就朝着屋里闪去 贺医师 他来了就说我在药狱 话音刚落 唐修就推开院门走进来 他呢 在屋里要遇轻毒了 说吧唐修就开门往屋里走去 原地只留下一脸猛逼的贺医师 都说了洗澡你还进去 而诺诺这边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自己的心脏开始不停加速 你你别过来 同时打包的剧毒药材 也就与唐修指尺之间 大皇子竟在指尺 孤独冒险之身入局 就在刚刚 随着唐修的一步步靠近 诺诺为了不被唐修发现秘密 立马开口吸引注意 停下停下 我可是在洗澡你不能进来 谁料唐修毫不在意 你是失忆了吗 我什么没见过 你身上有几根兔毛我都知道 文言诺诺继续争辩 谁知道你是不是想再看一遍 此话一出唐修瞬间一脸飞泻 二话不说大步就朝着诺诺走去 感受到唐修强大的气场 吓得诺诺浑身开始不由颤抖 紧接着便只听咚的一声 唐修瞬间双手按在了枣瓶之上 冷冷的 我是来提醒你 待会大皇子就到了 你最好别在府里到处溜达 若是被他看中抢走 本王可不会救你 文言的诺诺眼中闪过一丝挣扎 这样也好 自己可以有更多机会刺杀大皇子 随即扭头决绝道 那正好 我也不需要你来救我 此话一出唐修瞬间眉头微皱 正好呢 紧接着心脏一紧 眼神中一股落寞一省 我随后起身淡淡的 穿上衣服跟我回去 眼看唐修就要拿起衣服 诺诺顿是一个激烈 不好要被发现了 就在这时突然只听发的一声 等一下 诺诺不顾一切地从水中站了起 那个我想换身干净的衣服 不想穿这件了 看到眼前的场景 唐修先是一愣 随后向下瞟去 看了眼包裹之后 并没有多问而是淡淡说道 你想干什么 又想顾忌重施 本王可不吃这套 文言的诺诺则是不断思索 唐修之前就讨厌我如此主动 这般操作一定能把他弃死 想到这便一把抓住唐修 那这样的套路呢 王爷是吃还是不吃呢 随着诺诺不断贴近 本以为唐修会甩袖离去 随料唐修却不按常理出牌 想逼本王走 本王偏不走 随即就要解开上衣 好啊那本王就陪你供欲如 可突如其来的一幕 打得诺诺猝不及防 什么呀 剧本不是这样的呀 眼看此记不行 诺诺转身又生一记 那个不用了 我突然有点头晕 应该是泡酒吧 客医师 客医师快来救我 我要晕过去了 客医师闻声也是立马冲了进来 可眼前的一幕瞬间 让其惊掉了下来 飞机满脸羞红 这这种事情过于激烈 晕也是正常的 不过还是克制点好 紧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此等小事 别再喊我 而原地只留下了 诺诺在水中凌乱 你回来呀 客医师 不是你想的那样 航羞见状一阵偷笑 好了 别喊啊 限你一炷香的时间 回到你的笼子里 这样的话 我就不去追查 你那袋子里的东西了 很快宴会来临 三弟好久不见 没想到三弟真是客气 有好东西竟还想着等我 唐修文言轻笑回到 本王一看到经理 自然第一个想到你 那还等什么开戏吧 随着唐修的一声令下开戏 一个个侍女端着韭菜就走不进来 可下一秒唐修突然瞳孔紧缩 一个熟悉的身影镜穿插在其中 唐修见状眼神顿时阴沉了想 你个蠢兔子 你到底想干什么 孤兔竟然移情别恋 气得唐修蛇帽三丈 就在刚刚 诺诺为了毒杀皇子伪装成了端盘侍女 眼看一切都在朝着自己的计划发展 谁料大皇子突然眼露寒光 地板按住了诺诺端盘的手慢着 本王吃东西钱可都是要是毒的 此话一出诺诺立马慌了神 暗叫不好 难道是被发现了吗 还不等诺诺继续多行 夹菜的筷子已经递到了左边 每人来吃一口 看着诺诺毫无动作 大皇子顿感不悦 怎么有何问题 还不把面纱揭开 在大皇子冰冷的眼神下 医师可以来得及救自己 又懊悔自己毒药 为何要放这么多种 早知道是这样就少放点了 就在诺诺感觉兔命休一时 唐修突然开口 怎么皇兄是信不过我吗 兔兔文言瞬间感激涕零 唐修你可真是个大好人了 可紧接着唐修便端起了自己那盘 一脸阴沉的紧紧盯着诺诺 这盘我吃过了 你过来将两盘换了 好让皇兄放心 眼神对撞诺诺顿时兔毛几数 遭了唐修好像超级生气 但也只能缓缓起身 内心却是思绪不断 怎么办 若是换了 计划就会落空 唐修也会中毒而死 又在诺诺不知如何是好之时 忽然一只手按住了 正在起身的诺诺 开个玩笑 本王怎么会信不过自家弟弟 说吧就在诺诺激动的眼神中 加起一块精力便往嘴中送去 太好了 他吃了他吃了 这样血涂公主的婚约就 可还没等诺诺高兴完 下一秒大皇子 竟满脸嫌弃的将精力吐了出 诺诺见状也是一脸猛 怎么个事 这也太难吃了吧 三弟你这厨子不行了 杭修文言淡淡一笑 皇兄说的是 不过听闻皇兄向来与英族交好 不如让他们多送些精力过来 好让府上厨子多练练 练好了将来成送给父皇一同享用 届时本王一定不忘皇兄的功劳 此话一出 大皇子眼神微动 随后起身说道 与英族关系好 唯兄可不知有这种传闻 我这就回去言查 到底是谁在散播传言 说吧就要踏步离去 诺诺见状顿时焦急万分 怎么办他要走 随即不假思索 瞬间起身 拦住了大皇子的去路 在大皇子的质问声中 诺诺颤声回道 王爷为筹备宴会 特意叫奴婢们苦练三日 今日现武 大皇子文言立马喜心无色 随即再次作响 有意思啊 来奏乐 随着音乐声的响起 侍女们开始翩翩起舞 诺诺则是身处其中神情坚定 今日虽然计划失败 但如若被大皇子看中带走 以后会有更多机会 而与此同时 大皇子也却是一眼就被诺诺服 当即就扯过了诺诺的裙带 在诺诺惊讶的目光中 将其拥入了怀中 随即看向唐修 三弟你这府上武姬倒是不错 不如送给维兄如何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瞬间 就让唐修炸了毛 好你一只胆大的兔子 到底想做什么 孤兔惨遭抛弃 唐修不计前嫌 本王来护你 就在刚刚 诺诺为了公主 毅然决然地投入了大皇子的头发 可看着唐修面沉如水的神气 诺诺顿时心头一挤 心中有着说不出的酸似 唐修现在一定很生气 但此时唐修面容平静 只是淡淡说道 皇兄要是喜欢的话 我自然是愿意给你 只不过 话音未落唐修猛然出声 一把扯掉了诺诺脸上的面纱 皇兄还是先看看他的真容再说 大皇子文言随即低头望去 两人瞬间四目相对 在看到诺诺面容之后 大皇子突然面露惊恶 猛的一拳将诺诺瞬间击飞 这么丑还往本王身上贴 唐修则在此时稳稳出手 接住了诺诺 所以要请皇兄三思 而与此同时 大皇子愤愤起身转身就走 三弟还是自己留着吧 真是晦气 诺诺文言愤怒不已 我有那么丑吗 说吧甩开唐修的手就要追出去 唐修见状冷冷问道 你就那么想跟着别的男人走 此话一出诺诺吐拳紧 我 我那是有正经事 此话还没说完一个包裹 就被唐修丢了过 这就是你说的正经事 藏了这么多剧毒草药 是想做什么 盯着包裹诺诺瞬间哑人 看来他都已经知道了 飞机瘫坐在地 可我 我失败了 现在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呢 要杀药寡西听尊便 只是对不起了公主 我没办法帮你 肥料唐修也蹲下身来扶起诺诺 那我知道了 你是因为经理一事有心替我报复 但在宴会中动手 他死了我也难逃干系 所以我让何医师换了你的草药 诺诺听完一脸猛 什么跟什么 替他报复 这么说我的计划原来是他破坏的 他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他 紧接着唐修又俯上了诺诺的脸颊 满眼心疼 你脸上的红疹很痒 听到红疹 诺诺赶忙摸向自己的脸 我脸上怎么会有红疹 我还以为自己真有那么丑 说吧 唐修就掏出了药膏 别动了 我给你上药 还好本王让何医师将痒痒粉 涂在了你的面纱上 你若真被带走 本王如何护你 不过你放心 本王也没让他白吃一顿 此话一出诺诺顿时面露营 唐修做了什么 不过算了看在他这么担心 自己就不跟他计较了 以后还有机会接近大皇子 而此时大皇子府上 王爷 您今天都上了十几次茅测了 奴才害怕呀 可恶 好你个唐修 本王不会放过你 与此同时贺医师住主 你怎么那么不可爱 竟然和唐修一起骗我 正当诺诺对着贺医师的脸疯狂揉捏时 杭修突然推门而入 贺医师此时仿佛看到了救星拼令呼喊 修哥哥 快管管你媳妇 诺诺文言脸颊瞬间修活 什么媳妇 杭修见状则是揉了揉贺医师的脑袋 紧接着掏出一件衣服说道 母妃听闻了你的英雄事迹 献命你进宫 把这个穿上吧 诺诺接过衣服直接愣在了原地 完了这么急着见我 不会要骂我吧 很快诺诺换好衣服走在路上 心中不由感慨 前几次都是抬着去的 这还是第一次以自己的双脚 在蛇宫中自由行走 片刻之后 诺诺便来到了凉亭之外 俄飞娘娘 俄飞闻言神情威严 你胆子倒是不行 知道你这次干了什么了 诺诺见状心头一挤 在俄飞冷立的目光下 身体不由地开始颤抖 娘娘饶命了 听闻兔兔移情别恋 活泼互读气场全看 就在刚刚 俄飞仅仅一个眼神变下的 诺诺瑟瑟发抖 就连画形都难以维持 耳朵这时也显现了出来 俄飞见状则是一把扯住诺诺 兔耳朵 兔耳这么长 怎么就没记住本宫的话 让你去讨好修 你却去招惹别人 诺诺文言连忙解释 娘娘 我真的很努力了 是唐修他不行了 俄飞听罢也不生气 只是命令到 兔尾巴呢 便出来给本宫看看 诺诺文言颤声应答 随即就紧闭双眼开始用力 只听过的一声 一个毛茸茸的兔尾巴就长了出来 看见兔尾俄飞立马上前 就开始揉念了起来 刚才的威严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时更像是一个 见到兴起玩具的小孩 诺诺反而被这 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听 以为俄飞想要直接吃了自己 连忙求饶 娘娘饶命了 俄飞文言则是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好了好了不动你 起来吧 说着就把诺诺拉了起来 听说你不能自由切换形态 那晚上的时候怎么办 小修儿不喜欢成年的兽人 他一直以为你是和他同龄的孩子 所以才格外喜欢你 因为小孩子的心思最单纯 成年了就会有太多勾心斗角 听到这里 诺诺突然意识到之前变身的时候 小蛇君确实是因为身体虚弱 没有看到自己的人形 若真如俄飞娘娘所明 那小蛇君看到人形的我同意 此念头一出 小蛇君的画面就开始不断在诺诺脑海巨线 你不是阮宝 阮宝明明那么小 那么可爱 你根本不是 看着陷入沉思的诺诺 俄飞伸手在其眼前晃了红 阮宝阮宝 诺诺文言瞬间惊醒 娘娘怎么了 有什么事您吩咐 说吧 俄飞就掏出了一颗冷香丸 递到了诺诺面积 阮宝 这次可别再让本宫失望了 诺诺一看到此物 立马惊恐地跪倒在了俄飞脚下 娘娘 王爷上次就因此差点把我丢进水里淹死 若是您真可怜我 还是把我留在身边事后吧 此话一出 俄飞眼神再次变得阴冷 怒到 暗紧他 话音一落旁边的两个侍女 立马出手按住了诺诺 俄飞则是一步步地靠近 阮宝啊 你想活命 就得听本宫的知道吗 说吧 就将冷香丸塞进了诺诺嘴里 不过多时在回来的马车中 诺诺强忍身体带来的燥热 直到车一到站 便立马起身奔向府内 内心不停地呼唤着唐修 可当推开唐修的房门时 里面却是空无一人 此时的诺诺再也忍受不住无力的贪作了下 唐修你在哪 好难受啊 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唐修不在 就在这时突然一声三哥从门外响起 诺诺文言瞬间惊奇 可还是为时已晚 还没等诺诺做出反应 唐修早已走了进来 你是 那个贡廷 说吧就上下打量起了诺诺 看来我眼光不错 你这容貌定能成为本王的摇钱书 诺诺见状只能搬出唐修 你别乱来 唐修很快就回来 唐修文言则是轻蔑一笑 小贡廷挺聪明啊 还知道有人护着你 不过 你现在应该不好受 说着就要伸手过来 诺诺见此立马拍开了唐修伸来的手掌 如果落到他手上 只有被送到千鸡格的份 怕这辈子也别想有机会接近大皇子 与此同时唐修也收回了手 好凶哦 我又不会吃了你 只不过是想帮帮你而已 说着便不紧不慢地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笼子 哎 本打算把这只送给三哥来换你 紧接着眼神一亮 现在看来 本王倒是来瞧了 你好像很需要太阳 复等诺诺做出反应 一条手尾猛的就伸了过来 眨眼间便缠住了诺诺 紧接着两根手指直直地按向了诺诺眉心 只是瞬间诺诺就化为了原型 做完这一切唐侧满脸堆响 你可得好好歇歇本王 说罢便在诺诺惊恐的眼神中缓缓地打开了笼子 唐侧暴怒火力全开 不吐委屈眼泪狂涌 就在刚刚 诺诺看着对面躁动不已的剑手飞途 自己却由于要力的作用一时无力动 眼看飞途一个剑步就要扑来 诺诺拼尽全力在危急时刻终于缓缓 紧接着一个闪避躲过去 刚想顺势逃离却被一只大手突然拦住 你这小公平身体都这样 还跑什么呀 诺诺文言紧盯唐侧 下一秒脚下突然发力 一个飞跃就狠狠踩在了唐侧脸上 笑笑笑 踩别你让你笑 紧接着又借助唐侧的脸顺势跳到了窗檐上 随后得意的扭头朝着唐侧挥了挥爪子 白白了你 这一下把唐侧气的血压飙升怒气狂整 领起黑兔就朝诺诺追去 诺诺跳下窗拼了命的狂奔 诺诺则在后面穷追不舍 则就在这紧急时刻一片池塘拦住了诺诺的去了 唐侧见状一脸坏笑 跑啊怎么不跑 哦原来你们兔子都怕水 诺诺这事也是焦急万分 静静地盯着湖面心中不断思索 片刻之后诺诺目光瞬间坚定 没错 兔子大多都是怕水 可是 说吧就毫不犹豫地纵身跃起 我要赌这一把 随后在唐侧震惊的目光中 诺诺稳稳地落在了荷叶之身 哈哈 没想到吧 可还没等诺诺继续高兴 唐侧就抡起黑兔扔了过来 谁料在黑兔过来的瞬间 整个荷叶突然开始摇晃 下一秒就突然一声全都落入了水中 这突如其来的一怒使得唐侧瞬间猛逸 啊这可恶啊 真是赔了兔子又折兵啊 而与此同时 水下的诺诺看着不断挣扎的黑兔松了口气 他不会游泳 只要我坚持三分钟就能拖起 果然黑兔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毕竟同为兔子 诺诺诺还是拖着黑兔的耳朵向水面游去 片刻颠覆两次就浮出了水 诺诺连忙大口呼吸着空气 杭侧见状则很是惊奇 呦你竟然会水 还真是个出人意料的小公平啊 而这时缓过近来的诺诺爬上河野 蓝脸悲愤地看向杭侧 杭侧则是不以为意 他可是千鸡格斗兽中最强的一只 居然就这么轻易被你弄晕了 要是有什么后遗症 小公平 你打算怎么陪我了 诺诺文言插起腰满脸不屑 赔钱 我看给你赔个笑怎么样 此话一出 杭侧眼神瞬间冰冷 随微紧跟着扫出 一把就卷起了诺诺 眨眼间就将其带到了面前 诺诺见状顿时心生绝望 眼泪不断涌出 完了看来本图终究 还是难逃千计格的魔爪 可谁料下一秒 唐侧则是轻轻地将诺诺放了下 紧接着又从怀中掏出手帕 在诺诺诧异的眼神中 开始给诺诺留错 待到擦干之后 唐侧又掏出了一粒药丸 递给了诺诺 来吃了它 诺诺见状疯狂咬头 可唐侧拿给诺诺拒绝的机会 一把就将其塞进了诺诺口中 随后才解释道 额非接连给你吃了冷香丸 再得不到输解 你会没命的 我不其然 在要完入体的瞬间 诺诺整个身体都感觉到了清凉疏手 原来的那股躁动也渐渐消散 可还没等诺诺细细体会 只听她的一声 一个脑瓜崩就落在了诺诺脑门 你还真是又蠢又笨的公平 养着倒挺有趣 怪不得三哥不肯给我了 说罢又开始在怀中摸索 很快一颗新型的果子就递到了诺诺面前 给你这灵果是用零食喂养出来的 有助你化形 可归着呢 看着诺诺接过果子 唐侧玩味一笑突然说道 那我每日都带些给你吃 你说好不好呀 听闻每日都来 刚要下口的诺诺顿感 整个脊备一阵冰凉 完了完了 唐侧深情表白兔兔 唐修情路在于危机 就在刚刚诺诺听闻唐侧想要每日兜了 顿时吓得一个机灵 连忙摇头表示拒拒 唐侧一听翻了翻白眼 用手戳向诺诺圆鼓鼓的腮帮子 我每日来送你好东西你还嫌弃 真是不是好蛇心 正当唐侧想要继续出手之时 突然一个不明物体朝着自己手掌飞射 紧接着唐修的声音便悠悠响起 本王可不是让你来做这些 此话一出唐侧已经瞬间收拾 不好是醋王 等等别别别 我不摸了还不行 别生气嘛 而唐侧则是先看向嘴巴不停地懦懦 随后才瞥向还未离去的唐侧 怎么还不走 唐侧闻言立马领起地上还晕着的飞途 飞快转身就往远处跑去 途中还不忘回身招 明天我还会回来等 唐侧和诺诺两人见状一阵无语 这都是什么蛇呀 飞机又看向诺诺叮嘱的 铃果多吃鲜 确实是对你有益的 诺诺听闻也不多言 大口大口的就啃得起 当吃完铃果的瞬间 诺诺顿时周身被浓郁的灵力包 一阵光滑过后 诺诺再次化为了人形 而唐侧则是紧紧盯着诺诺 脸颊此时也不由地泛起了威褂 正当唐侧看得入神之时 化形的诺诺突然开口 你今天都去哪了呀 明天要是唐侧真的再来的话 怎么办呢 这时回过神的唐侧 立马干咳了两声 本王最近是多不会在府中多留 有他过来看着你我也放心行 诺诺文言一脸猛 啥 放心 他才是超级危险的蛇物好不好 我今天差点就 可还不等诺诺说完 唐侧突然转身就要离去 在诺诺的询问声中 也只是微微扭头再次嘱咐 记住我的话 安分一点待在府中 随后再次头也不回地向远处走去 只留下诺诺一人呆呆地站立在原地 脸上写满了担忧 他究竟要去做什么 时光飞逝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 当诺诺睡得正香之时 突然一个果子砸向了诺诺脑泥 诺诺吃痛瞬间谈起 谁是谁偷戏本兔 可当看清来人是唐侧时 诺诺立马就围抿了下来 唐侧见状拍了拍诺诺脑袋哈哈大笑了起来 快把这些灵果吃了 吃完这些 你差不多就能自由变换形态 而这时诺诺则是问出自己心中的不敬 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不会还有什么阴谋吧 此话一出唐侧瞬间一惊 此后一咬牙仿佛向下了某种决心一般 忽然出手将诺诺按在了身下 如果我说我看上你 此突如其来的一幕使得诺诺顿时一愣 还没等其反应过来 唐侧早已转过了身去 对了 我还给你带了这个 说吧就拿出了一件全身散发璀璨星光的纱裙 诺 这是月影杀裙薄如缠意哦 行走间浮光似锦美轮美奂 诺诺接过杀裙再次一惊 为什么送我裙子 唐侧文言把玩着手中的折上缓缓说道 过几天大哥生辰宴 三哥从来都是独来独往 大哥几次想把女人塞给他 这次怕是又要不计重施 所以为了三哥 你得伴做三哥的女伴 诺诺一听是大皇子的生辰宴 立马就兴奋了起来 好机会啊 还不等唐侧把话说完 诺诺便迫不及待站起身来 我去我去 唐侧见状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你就这么喜欢三哥呀 为了见家长兔兔盛装出席 傲娇的小姑子见词喜欢不如 就在刚刚 失落的唐侧询问诺诺就这么喜欢我三哥吗 诺诺文言却是连忙否论 怎么可能 我才不喜欢他呢 唐侧听罢也不再追问 而是随手掏出了一个蛇形手链 给这个手链你带着 到时候如果有危险也可以自救 诺诺好奇立马接了过来 带在了手外上 这怎么自救啊 唐侧刚想说 如果你代我为师 本王就勉为其难地教你用作 可话还没说完呢 诺诺手臂一水 是这样用的吗 说吧一根非针便从蛇形手链嘴中喷射了 擦着唐侧的脸颊就飞了过去 唐侧见状冷汗直流 一把夺过手链 拿来吧你 差点毁了本王的俊脸 换上衣服跟我出来 好好练练 说吧两人就出了屋子来到了院中 就在诺诺看着目标仔细比较之时 唐侧突然从背后靠了过来 握住了诺诺的手臂 不对啊 要先握拳绷直手臂 尘尖不要晃 盯住目标手腕运进 随着一声发射 飞针稳稳地命中了把心 诺诺见此先是惊讶 然后心愤地扭头看向唐侧 射中了射中了我射中 正当唐侧也一脸储密地看向诺诺时 不敢一阵寒意 随即立马定睛望去 只见唐修正眼神冰寒地看向自己 唐侧瞬间一个机灵冷汗直冒 那个三哥呀 你什么时候来的 随后立马一个闪避跳到一旁 哈哈三哥 我可是一直按照你的意思在调教他 你不会生气了吧 杭侧文言冷冷道 但我可没让你教他用这种东西 杭侧一听赶忙满脸堆笑解释道 三哥你这可就有点过分了 如果他能活着回来 那不是更好吗 而诺诺文言则是瞬间猛逼 你们就不能说一些我能听懂的话吗 我难道有威胁 随即便怯生生地询问唐修 王爷 你到底想让我去做什么呀 唐修听罢也没解释 则是一把将诺诺揽入怀中 变成兔子 我要带你出去 听到要带自己出去 可把诺诺高兴坏了 立马就化为了原形 走走走去哪玩 很快经过片刻的精心打扮之后 诺诺对自己的装扮 甚是满一脸上写满开心 剁其脚表达内心的喜悦 一旁的唐侧见状也是连连称赞 三哥你居然这么少女心呢 不过片刻 一座宏伟的楼阁之内 杭侣带着诺诺端坐其中 时不时有人过来打招 好久不见了三哥 但很快就被一旁的诺诺吸引 三哥你这供廷养得真好 是不是就是给母妃 她能表演干饭的那只 也表演干饭给我们看看吧 小兔子 说吧就要伸手去抓诺诺 可下一秒去被唐侧仙一步拎了起来 她可不能再吃了 再吃本王都要抱不动 诺诺一听刚刚还心生感动 立马就变了脸咬向了唐侣 我一只小兔子能中到哪里去 刚刚的两人见词也是一惊 她竟敢咬三哥 而一旁的唐侧则是见怪不怪 她呀胆子大着 就在此时一人的声音从远处传了 三哥设宴怎么不请本公主 说吧一个扎着丸子头的少女便走了进来 唐侣两人看见来人连忙无脸不敢知识 可少女还没来得及进行下一步动作 就被一旁的诺诺一眼吸引 顺失头水直流 好可爱的兔子啊 三哥这是要送给我的吗 兔兔主动为爱表白 唐侣狂喜彻底灵陷 就在刚刚 小姑子见到诺诺之后欣喜不已 而此时在诺诺眼里的尊乐公主则是一脸纯真 可接下来唐侧的话却吓得诺诺瞬间慌了神 你可要小心了 我这妹妹啊 没在她手上的供体没有十只也有八只 说吧尊乐公主就要伸手去抱诺诺 小贡品乖 本公主带你去吃好吃的 谁料诺诺转身一个蹬腿便扑进了唐修衣服里 随后还钻出脑袋满脸嘲讽地看向尊乐公主 我就不信 你敢进你皇兄衣服里套 这一下可给尊乐公主惊呆了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而这时的唐修则是被诺诺的举动整个满脸羞虎 刚想伸手去按诺诺想让其安分点 谁料下一秒诺诺直接一口咬向了唐修 坑本以为你是带我来吃大餐的 没想到是个鸿门宴 这一口使得唐修浑身一颤 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的唐修 干咳两声看向尊乐公主 既然来了那边坐下来一起吃吧 硬下来的尊乐随即坐在了唐修身体 蓝眼醋意地看向唐修 三哥可真宝贝那只兔子 时光飞试宴会很快便散了场 随着马车的启动 诺诺也终于从唐修衣服里钻了出来 看着诺诺一阵手舞足蹈在那吱吱吱个不停 唐修眼眉无语 紧接着又看向诺诺 说人话 文言诺诺浑身发力 轰的一声话为了人形 我说都怪那个公主 害得我不敢出来啥都没吃到 唐修听罢则是无奈的 我今日没有邀请她 本来只是想让你露个脸 还没等唐修把话说完 诺诺一听让自己露脸 立马凑到唐修脸上问道 露脸 为什么让我露脸 唐修看着诺诺一脸认真地盯着自己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随即突然干咳一声话风一准 刚刚你不是什么都没吃吗 想必定是饿了 走吧下去买些吃的 我正好也醒醒酒 听到吃的诺诺瞬间两眼放光 立马把刚才的问题也全都抛在了脑后 紧接着更是激动的一口 亲在了唐修脸上 唐修你真是太好了 看着诺诺如此高兴 唐修脸上写满了宠衣 真是只小蝉兔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夜市之中 为了不引人瞩目 两人做了简单的伪装 走吧 别被人发现了 想吃什么我买给你 诺诺看着唐修的背影 顿是有种说不出的不真实的 唐修今天好得有点过分了 看着街上琳琅满目的食物 诺诺感觉到了无比的幸福 自己吃的同时还不忘给唐修来上一天 来你也尝尝 怎么样呀 还行吧 紧接着便大手一挥 老板 你摊上的糕点每样都来一份包紧 但书不知当两人逛得不亦乐乎之时 孙乐公主就在角落紧紧盯着他们